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penAI执行长阿特曼会回头吗 主要是17号 OpenAI董事会突袭式地解除阿特曼的职务 结果不到一天 又传出OpenAI董事会商议 让阿特曼回归 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其实在回归之外 阿特曼也正在考虑 创立一个新的人工智慧企业 那么报道指出 OpenAI的投资者 包括最大的支持者维软 正在讨论 如何控制损失 以及避免OpenAI在没有阿特曼的情况下 人才大量流失 因此可能会推动董事会 恢复阿特曼的执行长职位 只不过阿特曼会回归 或者是自己另外重启 现在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无论如何AI科技成为趋势 不过也带来隐忧 其中deepfake也就是身位技术 已经被用到不少的犯罪案件上 因此南韩有企业正在开发 可变式身位技术的AI科技 接下来是TVBS新闻合作伙伴 永浩newsTV的报道 明年的议会选举身位技术可能会被恶意利用 但即使利用AI的非法内容公然流通 碍于南韩洩行法规 无法采取删除等有效措施 网红通信新议院会 最近三年间折发了 불법成绩后遗 영상물은9000여 건 이 중 시정 조치를 요구한 뒤 삭제된 콘텐츠는 불과 410건으로 5%도 안 됩니다 南韩各党国会议员提出过许多 阻止恶意使用身位技术的法案 例如利用AI的内容 有意物打上标记 利用AI技术公布 未造事实必须受罚 禁止在选取活动时 制作和流通身位影像 但这些提案被搁置好几个月 假使这届国会不能通过 将自动废除 专家提醒为了5个月后的国会选举 急需制定特别对策 선권위가 지난 8월부터 특별 대응팀을 띄워 허위 정보를 모니터링하겠다고 밝혔지만 효과적인 대응을 위해서는 범정부 차원의 논의가 필요하다는 지적입니다 2위利用身位技术的犯罪事件 经常发生 南韩有业者开发 区分身位技术的AI科技 디페이크 영상의 허점을 어떻게 찾아내는 건지 직접 살펴보겠습니다 选择影片檔案开始分析 数字越接近100% 越是位造内容 只要超过50% 就判断为位造影片 这套科技可以用于应对 利用非法影像制品的各种犯罪 其他国家也在积极开发 身位检测技术 全球身位检测市场 尤其从去年的5亿美元 增长到2027年的18亿美元 但只凭检测技术 很难完全消除 美国为了明年总统大选 正在讨论规范 利用身位图像制作的假新闻 欧盟议会今年6月 也通过了人工智慧法案 规范深层式AI 那按参考欧美做法 将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TBS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也让不少国际元首苦恼 这以哈冲突持续 谁有办法折冲协调呢 刚结束特别峰会的阿拉伯联盟 跟伊斯兰合作组织 宣布组成外长联合代表团 在星期一出访北京 就缓和以巴冲突 展开沟通 那么这个代表团 包括沙吾地阿拉伯 约旦 埃及 印尼 以及巴勒斯坦的外长 还有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 他们都表示 希望尽快促成以巴停火 而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则表示 将会跟联合国代表团 就目前以巴情势进行讨论 针对巴勒斯坦的议题 沟通协调 那么代表团表示 还会前往其他国家 传达出明确的讯息 要求以哈双方立刻停火 并且让救援尽快到位 好 那么说到现在的 以巴的情势 日前哈马斯提出 用附幼人质交换五天停火 本来是传出 可能这几天就会有共事了 没想到又出现变化 是燕门的叛军组织 胡塞武装宣称 他们在红海扣押到一艘 以色列货船 而且现在发现 被扣押的船 其实是英国船 由日本公司乘租营运 挂的是巴拿马的旗 那么这个事件 也已经为停火协议 增添变数 加塞平民前脚才撤离 以色列军队立刻发动工序 进入西法医院内 搜寻人质踪影 以色列军方公布医院内监视倾向 这名身穿蓝色短裤的男子 被一群人押入医院内 拍摄时间是10月7号 间接证实哈马斯发动突袭当天 部分被掳走的人职 疑似就囚禁在西法医院 一发冲突进入第七周 超过200名人职 依旧音讯全无 不过美国卡达积极斡旋 终于传出好消息 哈马斯抛出停火协议 要用人职中的妇孺 交换五天短暂停火 以色列驻美大使透露 未来几天可能有望达成 只是停火协议还有很多变数 叶门胡塞武装组织声称 在红海扣押一艘以色列货船 这艘名为银河领袖号的货船 原定前往印度 不过纳坦亚胡政府表示 货船根本与以色列无关 登记在英国公司下游 日本公司营运 有伊朗力挺 叶门叛军胡塞武装 多年来打着反美 反以色列旗号发动攻势 如今尾巴撑突之系 扣押货船 威胁周边航运安全 日本政府以色列同声谴责 但扣船恐怕让尾巴停火协议 三天变数 TVBS新闻环轩报导 而对于刚刚看到人质去医院 哈马斯方面解释说 他们那些人道做法 是带人质去看医生 那么所谓医院里头 有哈马斯据点的 以色列军方的指控 到底有没有证据呢 现在以色列 秀出进一步的画面了 不止画面 他们还带记者去看 说是在西法医院院区下方 发现地道至少有55公尺长 而地道终点还有一道门 戴上头盔套上防袋背心 CNN记者前进加萨西法医院 在以色列军方保护下直击 哈马斯地道 以色列军方19号公布一段最新影像 在西法医院院区下方 发现一条长达55公尺的地道 CN采访团队前进现场 发现地道口除了有梯子直通 到地下200公尺处 距离地道口不远 还有一个旋转楼梯 跟着以色列军方镜头 往下走到地道底端 还能看见一道金属门 使用防火材质 门上还有射击孔 但就怕是哈马斯射下的陷阱 以色列军方不敢擅自破门 不过这段地道影片 似乎也间接证实 西法医院的确曾经沦为 哈马斯据点 只是以色列强攻西法医院 国际社会还是难以苟同 越旦国王集会欧盟 职委会主席卡达斜之际 同声谴责乙军 挺巴还是挺蚁 以巴冲突让各国立场陷入两难 TVB新闻 而接下来 这是国际间在观察 这代表什么样的明星趋势 阿根廷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 结果出炉 这个当选的米雷一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国际中心记者陈嘉玲 有进一步的讯息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阿根廷总统大选 第二轮投票结果出炉 最后是由极右翼的候选人 由阿根廷川普之称的米雷一 来赢得大选 他以56%的得票率胜出 来听听他稍早发表的 顺选演说 53岁的米雷一 是经济学家出身 也是现任的国会议员 他因为有许多立场 和川普相近 被称为阿根廷版川普 他提出的证件包含 用美元取代受创的 阿根廷批索 以及关闭央行 解决阿根廷经济问题等等 由于这之前 阿根廷面临 年通膨率高达143%的惨况 这样的情况 无一位另一位总统候选人 也就是现任经济部长 马沙带来冲击 他稍早已经自行承认败选 而当选的米雷一 预计将在12月10号宣布就职 以上消息提供给您 好 至于台湾的大选 今天20号 也就是总统立委选战 开始登记的日子 不过蓝白盒 是不是希望越来越渺茫呢 民众党总统参选 柯文哲昨天在造势活动喊 要用民众党总统候选人身份 站到最后一刻 柯文哲19号晚间 车进郭台铭家 一个半小时 据说是找郭董恶补 统计学分 那柯主席因为之前 签下那个不停等合约 然后非常的懊恼 那郭董跟柯主席 本来就是好朋友 那一天他们来家里面 就在讨论这些统计学的东西 在野整合 没少郭董的份 柯郭一口通声 在24号登记截止日前 什么都有可能 似乎也包括柯郭和 这是必然的啦 但是他的入军很弱 所以他需要郭台铭的资源 那郭台铭那么有钱有资源 可以帮他撒豆成冰 撒臂成军 科学家王世间断言 郭粉则喊话郭董 别再管蓝白盒 直接登记选证 恭喜郭台铭总统长 今天到中央选议委会 登记参选首统 毕竟蓝白协商没进展 幕僚隔空交火 被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林涛 点名是破局的罪魁祸首 黄珊珊脸书反降 不依规则比赛 根本是胖虎 蓝银也反酸 蓝白二会的合约 白子黑字 也有柯文哲市长的签名 而黄珊珊不认真 不想要去看合约 正式的内容 是名副其实的大雄吗 蓝白幕僚看似要开战 但另一边又说 不是不能谈 我想科猴之间还是可以谈 那我们希望可以团结 所有可团结的力量 不过我们也希望国民党 不要误会我们的善意 拖到单击首日 依旧没结论 支持者等得不耐烦 小鸡也坐立难安 TV宣传媒想杨佩宇 台北仓报导 而侯友宜今天一早是回到老家 也就是嘉义朴子去妈祖庙参拜 记者当然要问蓝白河的问题 侯友宜只再次说 尊重柯主席决定 回到嘉义老家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 最后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尊重柯主席的决定 我们一定会团结在一起 坚定自己该做的路 最后会赢得盛情 喊出尊重 即便柯文哲和郭台 民生夜会面 侯友宜也说不予评论 但前一天在新北造势 才暗酸柯文哲 我如果没有人在国外 都在国外 我在这里土生土宅 其实蓝白河第一次会前会 柯正英提出全民调 侯正英主张开放式初选 后来调整成日本和德国模式 而国民党希望民调 以六成候选人互比 四成政党互比 也决定取消政党实力比较 而在比拼民调时 侯友宜也把有力的 三份民调都让掉 国民党认为 至少做出三次重大礼让 柯文哲变来变去的态度 让蓝营基层很不满 国民党为了 随着蓝白河 已经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那我们都希望蓝白河 希望朱主席讲的礼拜三 是真正的最后了 假如再拖下去 拖到礼拜五 国民党这样子的忍让跟委屈 我不知道换来什么 白营支持者认为是国民党 欺负柯文哲 但蓝营基层认为 已经做出多次礼让 蓝白合不合 变成拉锯战 TVBS顺机皆亨 嘉宜报道 至于民进党 赖萧佩是正式成型了 驻美代表萧美琴 昨天晚上已经回到台湾 并且在今天上午 正式向外交部长 吴钊燮请辞 而赖清德今天上午 还秀出画面上这张 他三年前 在美国跟萧美琴的合照 说这是众所期待 也是最好的决定 回到家乡新北市 带着12位小鸡出击 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 看起来心情超好 我们选择对的人走对的路 我也希望2024年 各位父老乡亲 也能够选对的人 继续走对的路 选对的人说的 已经不只是他一人 因为赖清德正式宣布 将和驻美代表萧美琴 搭档角逐2024正副总统 脸书秀出三年前 在美国林肯纪念堂 和萧美琴的合照 说相信这是众所期待的决定 也是最好的决定 事上萧美琴在完成 APEC阶段性任务后 低调反台 也在20号上午 回外交部述职 同时提出请辞 全力投入选战 至于谁来接 目前由副代表站带 并且签一法动全神 该有的一些配套 我一定会做处理 那因为毕竟未来两个月 是要全心来投入选举的时刻 那这个苏美代表是一个特认 所以由总统来决定 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安排 在校会成型 能不能一举挥出全雷打 还得看搭档攻守 TVB的新闻 李国阵里 组合新北采访报道 而上星期拜习会 传出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要求美国 不要武装台湾 不过现在传出 美方援助台湾的 八万套战斗各装 还有上千艇的机枪 已经在最近运到台湾了 对于这点 国防部长邱国正没否认 不过他强调 美国对台军售 是类型交流 不是武装台湾 美国海军陆战队 打把演续用的这款是 M240B型排用机枪 评议媒体揭露 美方援助一千艇机枪 连同八万套美军现役 战斗各装日前空运抵台 当了数量 这个单一 或者是品名 我不便透露 但有工作的时候 持续在进行 没有错 好吧 我想这也是交流项目之一 并没有想要刻意武装 没有否认强调是 例行交流的一怀 美国更不甩中共 才喊话停止武装台湾 而习近平日前 对于攻台时间点 是否为2027年 或2035年予以否认 另一位时讯 也呼吁军方别调语轻心 不会因为他讲的一句话 就把目标整啊 2023 2025 2027 2035 今天被战他没有停的 但随着选举 逼近对岸四夫再放话 港媒报道 上海台办副主任杨李华 说谁上台大陆都可以应对 更指出主张台独的赖清德 上台可能更有利于 国家加快统一 国民党上台 可以延缓统一进程 让大陆再有几年发展时间 有征后的话 那我们当然要提高警觉 但目前为止 一切在掌握当中 到目前我们也不期望 有任何一个战端发生 立法院周一也审议 军营安全维护条例草案 未来未经许可于军营外 对其从事录影或侦查 足以损害军营安全 可数新台币3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还 只是这条线如何界定 但毕竟我们将会对老百姓 只要对我们危害了 我们当然要克尽保卫之责 所以今天要把界定很清楚 也不能一遇到破 你拍张照我把你抓起来 不会的 所以在这个细节部分 我们会做一个想去讨论 强化阶军备战 国际要展现决心 TVBS新闻 恒复华六听令 N小组谈不懂 国际媒体也是密切关注台海局势 专家就分析 明年大选可能带来影响 CNN特派记者也在台北街头 观察选前氛围 他又注意到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CNN关注台湾大选 他们在台北街头 已经发现选前的紧张氛围 CNN也透过采访观察到 其实台湾人对大陆的军事威吓 并非毫无警觉 因为他们在台北街头 发现台湾已经对可能发生的战争 默默进行准备 只是看在国外的两岸专家眼中 明年的大选结果 显然还是左右台海 未来的重要关键 尽管如此 CNN认为美国总统拜登 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能在APAC会面 可以避免双方在台海议题误判 擦枪走火 学者苏紫云则是透过CNN警告 台湾未居关键战战略位置 为了强大的战略威则 才能阻止北京 北京的活动 变成了那些国家主席 参加军事务团 西方城市赛车 时隔40年重返堵城拉斯维加斯 好莱坞男神布莱德比特 特地来取景 其实现在也传出 三万多名车迷 是气呼呼要告主办单位 主要是第一天练习赛的观众 原来当天 法拉利车手塞恩斯 撞上松脱人孔盖 车子受损不说呢 说整个练习赛 因此九分钟就结束 F1重返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 好莱坞男神布莱德比特 安东宁麦基 还有世界最速男博尔特都来了 最精彩的重赛 荷兰车王维斯塔潘 虽然在排位赛 没能拿下刚位 还在开赛的攻防中 被开出5秒罚单 不过最终50圈跑完 他仍旧以超过2秒的差距 拿下胜利 威斯塔潘连续第6个分战 拿下胜利 获得职业生涯第53个冠军 镇上史上第三 这是今年的F1赌城战 当地周五的练习赛 却是灾难不断 法拉利车手塞恩斯 上一秒还帅气奔驰 只听到清脆的一声 毁了整辆法拉利 原来是撞上人孔盖 原本应该平坦的赛车车道 竟然有突出的人孔盖 观众也傻眼 也让官方为了安全起见 让练习赛只比了9分钟 就紧急喊咖 现场3万5千名花大钱 买票的观众 气得状告F1骗钱 这场比赛 主办方耗资5亿美元准备 他们问问没想到 因为一个圆孔盖还得赔偿 车迷损失 TVP新闻这种报道 而也说到撞车 星期天在澳门的一场房车赛 星光翼翼天王郭富城影来参加 只不过郭天王首轮晋级之后 接下来比赛意外撞车 结果被迫退赛 澳门格兰P之大赛车 一台红色车辆行进转弯处 撞上对手的车辆后 再向左撞到围栏 也导致对方撞墙 郭富城早上参加澳门房车杯 去到第五圈的时候 在普京湾怀疑失控 撞上另一个香港车手的车 驾驶88号红色跑车的是香港天王郭富城 他继续行驶 而黑白色跑车则是冒出浓烟停在原地 最后大会判定两人都要退赛 郭富城也都被加罚30秒 以第17名顺利完成 尽薪今天的次回合 向镜头挥手 其实郭富城这次 以特邀车手的身份参赛 但撞车意外被迫退赛 幸好双方都平安无事 郭富城微博发网回应 参加赛事是因为预参赛与慈善 莫得善款回馈社会 这次参加三场 压轴澳门站的东旺洋赛道 胜具挑战性 坦言自己已经尽力把扣 未来希望能做得更好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好像一个梦 能够可以在某一瞬间里面 能够在自己工作里面 要去努力工作 但另外一方面 能够可以抓到自己的梦想 57岁郭富城 私下爱好赛车 热爱超跑 法拉利 蓝宝 坚尼 保时捷 都是收藏品 8月时他参加 澳门房车锦标赛时 在十多名参赛者中排名第七 和专业车手互标竞技 也被大赞是半职业选手 这次经纪人表示 车尾有少许插到 郭富城完全没事 比赛最重要的是 由体育精神 得到很多实战经验 完全没失望 TVB的新闻 您又是洪云霆台报道 今天回到台湾 是财经界大家关注的活动 上午洪华先进挂牌 洪海董事长刘洋伟出席挂牌活动 对于之前被查税 或者是郭台铭相关的议题 一概不回应 只是洪华先进的蜜月行情 似乎也失灵了 平盘开出之后 一度重挫9个百分点 热闹几股 洪海和玉龙合资的洪华先进 创新版上市挂牌 成为台股第一家 纯电动车概念股 每股发行价格50元 不过蜜月行情似乎失灵 以平盘50元开出后翻黑 早盘一度重挫9% 不过董事长刘洋伟表示 Model C已量产 海外展望未来 将进军北美东南亚市场 Model C我相信明年 应该也会亮相 商机爆发的 还有洪海 SpaceX 亚马逊等等 四大低轨卫星营运商 陆续来台谈合作 洪海人保都是重点厂商 回顾上周 洪海货外资回头 联武买 股价从近期低点94.5元 重返到大陆茶水风暴前 20号开平盘 来到102.5元 难道大陆疑虑消除了吗 不过关于洪海 或是创办人郭台铭 相关议题 刘洋伟可说是一概不回应 今天是最主要是洪华 如果是洪海的话 可能我 可能无法避免要回答这个问题 而看看台股20号开盘指数 17197.82点 下跌11.13点 台积电开盘价576元 下跌4元 大力光上涨超过2% 带动光学类股转强 高价股 联发科 至帮台光电走高 居家光电 营建肋股强势 台北股市在连续几天大涨之后 在今天出现了一些小幅度的一个压回 那么当然从整个新台币的一个走势来说 可以看到资金是不断地涌入到台湾当中 可以看到今天早上的新台币升值的走势 其实也代表外部的资金不断地涌向台湾 而台北外汇市场 新台币兑美元汇率 20号新台币开盘升3.6分 来到31.82元 改写超过三个月盘中新高记录 就盼接下来 灰达公布财报 能为AI族群打击强行征 体育的新闻 新闻想留一生 台北这么道 而接下来这个财经讯息 国际间解读 这是拜习会之后 北京释放的善意吧 就是在星期天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他们已经向美国的万事打卡 核发许可证 这将会让挂着万事打卡品牌的 人民币信用卡 可以在中国发行 喷出彩色烟雾 各种特技无缝接轨 同一时间还能在空中 排列出整齐队伍 中国大陆八一飞行表演队 在全球最著名的杜拜航空展演出 获得观众热烈掌声 展示最新头等舱空间 高档奢华空中酒吧 淋浴间 舒适度媲美饭店的头等舱 向高金字塔顶端客群招手 阿联酋航空近期才砸下580亿美元 狂买空中巴士和波音 共110架客机 外加市场预期 中国大陆对美国释出善意 渴望在近期内解决波音737 MAX采购禁令 带动波音股价冲上天 两国将推出更多便利人员往来 促进人文交流的措施 拜习会和APEC才刚结束 对岸就对美国大开绿灯 宣布美国第二大银行卡清算机构 万事达Master Car 正式获准进入大陆支付市场 央视引述专家说法 表示这项措施 彰显大陆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 开放势在必行 因为大陆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10月 大陆外商直接投资FDI持续恶化 较去年同期减少9.4% 是连续第5个月衰退 尽管中美看似融兵 大陆也努力营造友善环境 包括优惠税率 便利签证等等 但显然外资仍在庭看厅 TVB新闻杨清波代元利综合报道 当然也有不少人在问 美国的经济荣景 真的能维持下去吗 主要是最近有调查显示 美国上市公司当中超过一成 即使赚的钱 不够付贷款利息 成为所谓僵尸企业 那么在目前连准会看来不会降息的状态下 这些僵尸企业很可能会掀起一波倒闭潮 不过有专家认为 在低利率环境当中养出来的大量僵尸企业 藉由这波升息淘汰掉 对美国的经济来说不见得是坏事 将近百年历史的美国卡车货运公司 在今年八月宣布破产保护 三万员工就这样丢了工作 但专家却乐见其成 拿着7亿美元的疫情纾困贷款 这间货运公司却只偿还了不到5500万美元的利息 几乎没有能力偿还本金 宣告破产等于是让纳税人讨钱买单 像这样拿着大笔借款还不出贷款 却撑着最后一口气持续运作的公司 经济学家称作僵尸企业 保守估计美国大约有一成的上市公司 是属于像这样的僵尸企业 信用风险监控公司评估 比率可能甚至达到四成 这样体质不健康的企业 可能遍布在各种不同的行业当中 除了企业本身营运不善 专家认为借贷的金融体系 也应该负上责任 低利率银行的错误投资加上政府补助 最容易造就这样不健全的经营模式 明明公司入不敷出 还是利用借贷继续运作 大量的僵尸企业影响资金流动 造成的后果就是像90年代的日本一样 进入漫长又失落的时代 不过这次美国没有像日本一样 面对长达30年的零利率时代 隐隐通膨的多次升息 让美国企业进行一场淘汰赛 从今年1月到9月就有516家上市公司寻告破产 尽管专家认为 避免僵尸企业继续吸血 将有助于整个市场的稳定 但就怕经济衰退 掀起一波破产潮 依照目前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 很难再出手相救 可能就得面对像日本一样 进入经济长期停滞的困境 区域新闻 宋哥报道 而今期要发展能源也是重要一题 现在东汇里大楼邻里电梯也多 那么您能想象要用电的电梯也能发电吗 其实已经有新科技 能把上下楼层移动的未能 转换成可储存的电力 产业跟学界更估计 如果每100台电梯有8到9台 采用这种电力回升装置的话 一年就可以回升2.4亿度的电力 镜头扫过访客连孔 平板电脑随即显示指定楼层 资讯同步输入之后 由机器人引导搭乘电梯 AI技术和商务行程或旅馆饭店 蹦出新火花 其实效能提升的背后 电力节约也悄悄达成 我们通常只按上楼 但是这时候电梯系统 并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 所以他要怎么派车 他可能只派一台来 或者是因为现在是人潮拥挤 他可能会多派好几台过来 所以他会针对目前 这三台电梯所在楼层的状况 是不是有载人 还有它的方向性 去决定一台最方便 最快可以到达我这边的电梯 省了很多的一个人员 在电梯的运行上面 然后再用它的动能去回存这样 对 绿色生产力基金会 曾提出数据 一栋商办如果装置15 和20匹马力电梯各三座 平均每一年要耗掉20万度电力 而每一度电 平均三块钱的现在 花费相当可观 新科技的应用 省下管销经费 甚至让开源和节流 自实现 国中李化克就有提过 未能能够转换成电能 那么运行中的电梯 所产生的电力 都花到哪里去的呢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来 我们不乏把电梯 当成另类的发电机 来到科技厂顶楼机房 显示器上数字向上跳动 代表电梯正在运转 却不全然都在消耗 概念就像是水力发电 或汽车的许电池 车子来说特别是电动车 如果今天载满人的时候 然后上行 往上运行的话是最耗电的 如果今天电梯 它里面是 我们叫做占一半的人 平均负载的时候 这个是完全不耗电的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这个 主动是回升单元的话 我们要克服的是 在下行的时候 下行的时候这个时候 未能就转回电能了 简单来说 电梯梯舱和配重块 撞得拉动轻的 就是在发电 把一般电梯配备的电阻 换成回升单元 运作产生的热能 没有散失 反而成为可供回存的电力 以台大电讨三厂为例 这个做法让节能率达到50% 一年能省下近4万多电 不仅是给电梯用的 其实是所有整个 我们这个建筑物里 所有的电器设备 事实上都可以使用的 那当然其实一般的社区大楼 这一些的八九层楼的 其实都有相同的效益 马达技术 泳磁同步逐渐成熟 让机构简化了 一并也提高电力 回升效率 产业和学界曾统计研究 如果台湾每100台电梯 有8到9台安装回升系统 一年将可回升 2.41度的电力 可占整体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百分之一 当节能减碳成为工部门 绩效的现在 全台22个县市都有提案申请记录 其中台南和澎湖 已经在工作计划之内 办理示范补助 按照经济部能源署的规划 计划节能率达10% 最高补助有500万元 不过安装一台不含施工成本 就要9到20万 对于部分住宅 效益更是不明显 做一件事情来讲 我们要去考虑到成本效益性 那对于比较低楼层 或者是它的使用频率 没有那么高的 可能就不一定适合安装 比方蛮多的住宅建筑 可能都是10年以上的公寓 那楼层都比较低 其实这样的建筑本体 比较不适合去装 它可能要拉到20年以上 可能才有更多的 回收的可能性跟空间 和老旧公寓相比 在新建的社宅家庄 才比较看到可行性 学者更建议 补助条款或许还能更灵活 比如说像澎湖 有某一些县市 它补助了一半的金额 那另外一半 它可以透过用金融贷款的方式 或者是用其他的 这种金融工具去补助 然后因为你这个设备安装之后 你会有明显的节点效应 那你再慢慢的做一些探体 会到你的那个补偿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有不用输到金的机会 毕竟绝大多数民众的心理 省电就该等同于省钱 现实是绿电 本身就不是无本身意 TVB的新闻 朱光宏业甫 桃园报道 也要说核能算不算绿能呢 这个话题不久前 在台湾政坛掀起讨论 而金奖导演奥利弗史东 最近就推出一部 探讨核能的纪录片 曾经大力反核的这位大导演 在纪录片里告诉大家 他对核能有什么新的看法 现在社会只要提到 新建核电厂发电 过去重大灾变 是挥之不去的阴霾 1986年4月26号 赤诺比核电厂发生 核子反应炉破裂事故 是史上最严重的核灾 但追根究底 事故原因是操作原失误 加上核电厂设计不良导致 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 所有遭受海啸冲击的核电厂 唯独福老因为海水墙设计过低 加上备用发电机都位于低处 遭到海水淹没 造成断电后如新融会 当我们目前使用的电力 大多人来自燃烧煤炭和天然气 可是使用量随着文明发展 只会有增无减 如何因应这庞大需求 发电却不会造成碳排量 来阻止气候变迁危机 金奖导演阿利弗史东 希望透过多个角度解析 带领观众思考 简直何能 人类正面临更大的挑战 气候变迁危机日益加深 碳排映然成了全民公敌 而转绿能充满各种挑战 无法一蹴可及 该如何解决 我们回顾历史 何能曾带给人类社会便利 甚至大大提升军备能力 1954年1月21号 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一五罗号正式下水 幕后工程正是美国海军上将 海曼·利高佛 加入海军后 被送往哥伦比亚大学 拿到电气工程硕士学位 靠着刻苦读书 成为核工程和核物理学家 打造出第一个 适合潜艇传体的核反应炉 接下来的30年 李高佛建造了数百座反应炉 美国海军至少人有100艘在服役 从没发生过与核能相关的重大事故 只要一个反应炉 潜水艇就能下潜好几个月 25年不需要补给燃料 而持续受到外界质疑的核废料问题 也有一套解决办法 当核废料一离开电厂 就由专门产业进行处理 核废料的辐射量会随时间降低 美国目前的做法是将废料 以钢和混凝土包裹后存放 未来也希望利用核废料 为新型反应炉提供动力 芬兰已经在地下深处 打造核废料处理厂 把废料用铜罐蜜蜂 以黏土回填 国外一名抖音网红 就主打这类核能知识推广 受到许多年轻人欢迎 曾是反核人士的金讲导引奥利弗史东 正是出于对核能的恐惧 让他有了追根究底的想法 耗费三年时间拍摄纪录片 新核能时代去年在美国上映 引发正反两方不同意见 虽然受到批评 但也被外媒赞许 他有逆风的勇气 核能是否是安全的选项 将人持续引发探究与辩论 也是各国需要严加审视的课题 TBS新闻综合报道 刚结束的强烈冷气团 为核欢山带来不少游客 却居然有人把电音趴开到身上 青山音响开到最大高分被放送电音 这里是核欢山昆阳停车场 游客拍下这样的影片 不敢相信上山找静静 遇到吵死人的电音趴 仔细看车子还是停在车道上 粉专发文说 一大早整个山头还到正道不行 国家公园最恐怖的生物是人 影片只有13秒 不过民众7点半遇到 赶紧加快脚步逃离去爬山 8点在山上还听得到 一群人上山开趴 不管其他人想要远离宣扰 网友反应热烈说山林 尤其是国家公园 更该有噪音管制 这种就是应该开罚 还有人说以为是庙会绕境 的确这真的比较像庙会 之前也有车队 就是以汽车音响热闹赞助 庙会活动 不过场合地点截然不同 真的不适合 这周末因为冷气团不少民众上山 想感受一下冬天的冷 山上人车比平常还要多 停车场更是一位难求 大部分上山的人都想要清静 远离都会区的喧闹 但是找静静却遇到了电音趴 汽车改管制造噪音都能取地开罚 这样破坏山林的清静呢 只要这个扩音设备超过我们管制标准 我们都会罚3000到3万元不等的罚缓 那这个案子我们会跟这个 额外山相关的管理单位会做联系 依据国家公园法国家公园区域内 未经核准大声喧闹播放或使用名气等行为 都是违规 不过没有现场抓到 赶到现场测量缓不济急 取地开罚有难度 游客说这样的人没有把功德心带出门 实在令人厌恶 TBS新闻陈家贵吴淑萍南投报导 不过接下来加油喊出来 已经拿下开季二连胜的新北国王 19号迎战桃园领航员 林书豪兄弟没能一起上阵 还好还是成功拿下三连胜 林书豪跨山运球穿梭人群举起手 将球传给队友穆伦斯转身一偷 三分球入带 7秒钟离球要发动攻势了 林立仁在三分线外一大步 三道完全偏掉了 但是进攻篮板掌握在穆伦斯的手上 又是一颗三分球球迷宏洞狂欢 开季二连胜的新北国王 19号在自家主场新装城堡 迎战本季初次亮相的桃园 蒲园 领航员 两队上演标分大战 第一节民众率不相上下 上半场结束新北国王暂时落后 来到关键下半场分数极起直追 羊将慕伦斯整场拿下31分 死单篮板 号称新北标封玫瑰的李凯燕 投下关键三分球 中场以123比113拿下三连胜 交给凯燕三分线外 李凯燕要跳到这场比赛买单 怎么会突然漏了一个这么大的空档啊 担任主力后卫的林书伟 前一天脚踝受伤 哥哥林书豪表示少了弟弟陪伴 打得柄不好 连拿三胜却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 不断称赞队友很给力 替他们感到骄傲 自从林书豪加入新北国王 则是他首度上场 没有弟弟林书伟的陪伴 兄弟没有一起连线 不过他表示自己跟李凯燕 苏世轩三人搭配的还不错 很高兴球赛才刚开季 就拿下三场胜利 比较新闻蔡新鱼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您收看今天Focus世界新闻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